这个保姆好心机 为了能到富裕家庭做保姆 将原本家政公司安排的阿姨撞伤后自己顶替 还贪心地偷喝家里的红酒 结果被主人家发现 第二天又假惺惺地向小慧道歉 但保姆不知道的是 她的身份已经被怀疑 大婶将自己从家政公司得到的真相告诉志祥后 志祥却让大婶先不要报警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声称是要调查这个保姆是谁 究竟有何目的 但志祥是大婶一手带打 他太了解志祥了 仿佛都已经猜到 这个保姆很可能是志祥之前招惹而来的 他不顾身上的伤势 当晚就出院赶回家 早上一进门就看到保姆正在和小慧道歉 小慧没有责怪 更没有说原谅 只是让保姆回家先休息几天 因为他也需要时间来证实某件事 看着保姆离开后 大婶一脸严肃地走到小慧身后 拉着他来到偏僻的角落 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大婶这反常的举动 小慧一眼就看出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大婶一阵犹豫 毕竟昨晚已经答应志祥不说出去 但听小慧说完昨晚的事情后 还是选择将知道的告诉小慧 而此时 保姆已经收拾完行李准备要离开 却被志祥一声叫住 这短暂的停留 刚好被起床的朵朵看到 得知保姆要走 他一脸不舍地问为什么 然后保姆就骗他 是因为昨天偷偷给你买巧克力吃 看到志祥也没有反对 接着还要教朵朵说谎 本该是早餐时间 小慧却魂不守舍 志祥连叫了几声 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小慧刚解释完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志祥就出言提醒 因为你昨晚没有吃药 说着起身就要去给小慧拿药 却被小慧叫了回来 昨晚刚回来 志祥就像往常一样 给他准备好了温水和药 小慧这次并没有去服用 当时紧张的气氛 志祥也没敢去多全 但即使没有吃药 他也没感到有什么不适 这让他更加肯定要有问题 看着小慧离开 志祥转头看向大婶 大婶对他摇了摇头 回到房间 关紧房门后 小慧拨通了家政公司的电话 亲自确认了一遍大婶说的事实 车库里 志祥再次恳求大婶 千万不要告诉小慧 关于保姆的事 但大婶却开始对着志祥说脚 劝他别再犯以前的错 你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任性 但志祥再次解释 他是为了小慧的安全考虑 同时也是为了查清楚保姆的身份 志祥走后 从房间出来的小慧终于发现 保姆入职提交的资料 不管是学历还是身份信息 全部都是假的 现在想要知道他的身份 除非是请私家侦探去调查 大婶听完 又是心急又是担心 小慧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开始在保姆的房间翻找 但无论是梳子浴室梳妆台 还是被子枕头和毛巾 竟然连一个毛发都没有找到 她的想法是找实验室的朋友 做DNA对比 这是最快得知保姆身份的办法 但保姆的房间却干净的可怕 试想 一个正常人居住过的房间 怎么可能会做到如此的干净 小慧又想到保姆用过的餐具 但厨房都转了一圈 依旧一无所获 大婶突然想起来 保姆每次吃完喝完 都会亲手把餐具马上清洁 小慧越听越觉得可怕 究竟是怎样的人 要做到这种地步 但更让她感到可怕的 还是女儿开始向着保姆说好话 女儿责怪小慧总是没有时间陪她玩 反而是保姆天天陪着她 还什么都惯着她 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天真的小女孩真的以为 是自己偷吃巧克力让妈妈不高兴 刚想用保姆早上教的词 却忘记了怎么说 这个词小慧已经听保姆讲过 但她清楚地记得 保姆早上道歉的时候 说的这个词是昨天教的 所以她再次跟女儿确认 这个词是早上教的之后 终于下定决心 无论能否查到保姆的身份 都不能再让她回来 所以她们开始开始